那麼我們這邊要提醒同學們一件事情 就是其實黑神話悟空 他的成功是有機會被複製的 不是因為今天來演講跟遊戲設計學系的同學們演講 我就隨便鼓勵大家 比如說 如果2018年戰神 我不會跟你說你有機會複製他成功 或是2019年智狼 我也不會跟你說你有機會複製他成功 為什麼呢 那為什麼黑神話悟空是 我認為是你們可以 期許自己的目標 你們是可以有機會去複製他的成功的呢 首先我們看來我們所謂的複製 複製人家成功 複製人家遊戲成功的難度 第一個 戰神跟之狼 他們都是使用他們自家開發遊戲引擎 所以呢 你如果要做到跟他一樣畫面表現力 你沒有辦法取得他引擎的情況下 你要怎麼去用另外一個引擎去複製他的畫面表現 或者說你發現他的核心玩法 戰鬥很流暢 你很喜歡 你想要去做個一樣的 那你沒有同樣工具的情況下 你要用另外的工具 比如說你用U1或用Unity 然後自己再刻一套 Plugin 畫件來用 那你會不會遇到更多效能問題 或者是畫虎不成反類權的問題 都是有可能 那黑神話悟空呢 他用的是開放引擎U15 這個東西是怎麼樣 就是他就在網路上 你自己上網去下載下來就可以用 他自己也有很 很詳細的教程 然後網路上你也收到很多教學資源 你只要肯花時間 鏡像心 看一點英文 你就可以自學去把這個引擎學起來 這個東西他的入手難度就是差這麼多 一個是他們自家開發的引擎 你沒有辦法取得 另外一個是使用網路上開放的引擎 第二個難度在哪裡 在文化距離 戰神是什麼樣的一個世界觀 他是希臘的神 他是一個希臘的神 跑到北歐去 我們就說戰神 俗稱戰神4戰神5的這兩代 更早之前先不討論 一個希臘神跑到北歐去 那當天演講的時候我就問同學 請問有人去過希臘的嗎 沒有人 那請問有人去過北歐的嗎 也沒有 那文化距離就在這邊了 很明顯嘛 如果你沒有去過希臘 你沒有去過北歐 你更無從得知 他們過去的這些神話 這些傳說 這些文化的脈絡 是怎麼樣 繼承到現在的希臘人 或者現在的北歐人 他們是怎麼看待這些 他們也許過去口耳相傳的故事 或者說神話 這些對他們生活有什麼樣的影響 體現在他們日常生活中 會跟我們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都不知道對不對 那黑神話悟空呢 他不一樣 他跟我們是同樣的文化脈絡 我們是在一樣的文化脈絡底下長大的 就像我們看畫面右下角這個 土地詞 他就是火點啦 叫魂系的說法 他就是火點 就是你存檔復活的點 這個東西土地詞是什麼 如果有同學跟我一樣是在鄉下長大的 我從小長大的村子 東南西北各一個土地小土地廟 就這麼大 長得類似就是這樣 差不多就這麼大 所以我走過去一看到 我就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所以當我在不同章 看到它每一章節的設計 會有不同的風格變化的時候 我也很快的就可以理解 它是從原本的小土地廟 再加上那個章節的什麼元素 去做變化 比如說這是第一章 畫面中是第一章 他加上一些 有些樹流或者盤根錯節的感覺 做出黑風山樹林的感覺 那之後 比如說第二章的話 他可能做出一些 比較佛教的東西 或敦煌石窟的東西的 概念的元素再加進去 蜘蛛洞的話 他又用了很多蜘蛛絲 所以說我們再回頭去分析 因為我們在同一個文化脈絡底下 我們很清楚這個東西本質是什麼 然後我們就很快就 一眼就看得出來說 它是土地廟加上A加上B加上C 什麼去做重新排列組合去選擇 然後去生出來一個新的東西 那這就是同樣文化的人在做 自己文化的優勢 你不會擔心說你有什麼 用錯的問題 比如說他不可能去 比如說不可能把土地廟 放在比如說大雄寶殿的佛像 正前方 不會犯這種錯誤 因為我們都知道土地廟 這種小土地廟 小土地廟應該算是一個 一般來說算是一個村莊的邊界 或者是一個路標什麼的東西 他不可能放在室內 尤其室內正中央 所以就不會有這種錯誤 那反過來 假設你今天 假設你今天是個劍模式好了 你的主管要你做出100個希臘陶罐 都要不一樣的 100個不一樣的希臘陶罐 用來裝蜜酒的 裝蜜酒的陶罐 你當然可以有你自己的創意 你的想法 你可以去做出100個完全不一樣 各有特色的裝蜜酒陶罐 但是我想請問你 你怎麼知道 你一定要怎麼知道 你做出來的這100個陶罐 裡面哪一些是可以用 哪一些是不能用 哪一些可能是在文化上沒有問題 然後又有創意 哪些上是在文化上不應該出現 雖然有創意 但是它卻不合理的東西 在你不了解這個文化的前提下 你是很難做到這件事情 我不會說不可能 你如果肯花苦工去田野調查 去收集資料 去當地實地考察 你有可能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但是你要付出 N百倍的努力才能做到 好第三個 第三個難度在哪裡 在技術門檻 比如說新戰神剛上市的時候 非常轟動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它有一個很酷的東西 叫做一鏡到底 也就是說我 我那個時候真的是大受震撼 我就是買了遊戲片 放進我的PS4裡面 它前面Sony什麼巴拉巴巴 讀完以後 我看到Kratos拿著斧頭站在處前面 但我按下第一個按鍵開始以後 從那一開始遊戲的時候開始 它就是同樣一顆鏡頭 從頭到尾一直到遊戲結束 沒有換過鏡 真的是超猛的 不管你是在演出 在行走在探索 在進入戰鬥 在離開戰鬥回到探索 或者是進演出 甚至你在傳送的時候 從頭到尾都是一顆鏡頭 這樣子跟著 進進出出 真的是非常非常厲害 那這個東西 你有辦法複製嗎 那我不會說你沒有辦法複製 但是你在 比如說你沒有他的 他家的 特別優化過引擎的情況下 你要做到那樣的效果 然後同時維持你的 系統效能非常順暢 那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有多難呢 在戰神以外的遊戲裡面 我沒有看到人這樣做 並不是這個做法不好 而是他確實有他不低的技術門檻在 或者說我們說之狼好了 之狼的特色是什麼 是他基於魂系戰鬥的 那個基礎的框架之下 再衍生出的 我們一般暱稱叫打鐵的系統 格蕩反擊的那個 那個消刃系統的打法 你如果要複製之狼的成功的話 你沒有辦法直接去抄他的 抄他的玩法 你們懂我意思嗎 如果你去複製之狼的戰鬥系統 就說我做一個之狼like 就是做個跟之狼一樣的戰鬥系統 那你就是會遇到一個問題 玩家會想一件事情 喔你是個之狼like 那我為什麼不玩之狼 我為什麼要玩你的東西 然後你會遇到問題 就是你真正想要達到 跟他一樣的高度的話 你不能像說 比如說一盡到底你真的能做出來的話 那你是跟戰神一樣苦 但是如果之狼的戰鬥系統 你是整套搬過去用的話 人家只會說你就是學之狼的 所以如果你要達到跟之狼的戰鬥系統 一樣的戰鬥系統高度的話 你要想出一個跟他也許有些不一樣 或是有些變化或是 哪裡有一些你個人特色的戰鬥系統 然後跟他一樣厲害 這就屬於接近無中生有的難度 所以我會說 如果你們想要模仿 模仿18年戰神或19年之狼的話 我舉個例子 你就像是對著雕像在素描一樣 你要把立體的東西轉化成平面的東西 就要經過你眼睛的觀察去思考 他到底是什麼樣子 然後再把他轉換 我看好這個明暗光影 這個形狀 這個構圖 然後重新把他用探筆畫在我的畫質上 是這樣子的難度 那你如果 你如果說我們在學習的時候 模仿黑神話悟空的話呢 那我們 因為前面提過的種種原因 我們會比較像是在臨摸別人的素描 難度是相對低很多的 在臨摸別人的素描的時候 你甚至可以把他像電照片在底下畫一樣 電子畫 電子畫電子學習 這個難度就是差距這麼大 那再來我們剛說到跨文化創作的難題 我們這邊就舉兩個 外國人做的日式遊戲來當例子好了 這兩款遊戲大家應該都認得出來 左邊這款叫做對馬戰鬼 右邊這款是還沒有上市又延期的 刺客教條暗影者 那比較合理的 這所謂的合理不合理 不是不是我認為合理不合理 是我在網路上看到 關於日本玩家 對待這兩款遊戲的看法 那我在對馬戰鬼上市的那前後 看到的日本玩家的評論 認為他們是覺得 哇竟然有外國人做出 比日本人還 還更厲害的日本風味的遊戲 那刺客教條的話 就不多說 大家應該都有follow到最近的新聞 那對馬戰鬼他們是怎麼用 外國人的身份去做出一款 連日本人都稱讚的日本遊戲呢 這跟他們自己團隊的背景 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去看他們的主創團隊訪談 他們本來是一群喜愛 日本黑白片年代 日本劍極片的一群影迷 然後集合起來想要做一款 有劍極片風味的 跟武士有關的題材的遊戲 他們為此他們也去實地考察 去做了非常非常多研究 就投入了很多心力在探索 所以他們做出來的 不管是看是服飾 盔甲武器 乃至於人物的長相 都盡可能的去還原 當時的對馬島 他們使用的器物或者武器 這些他們的 這些細節 全部都把它還原出來 所以才會才能做到說 連日本玩家看來都讚不絕口 那相反的呢 有個反例就是 呃刺客教條 我們現在目前不清楚他們 到底對他們想要製作的 日本戰國時代的 歷史或文化有做了多少的 心理去研究 那我們就看結果 他們推出來很多東西的 改變 的改動 是讓日本玩家不舒服的 譬如說正方形的榻榻米 武士穿著盔甲櫃座 還有放在村莊門口的鳥居 類似這樣 這些東西是 日本玩家一看就是搖頭叹氣說 不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就是記不記得我剛剛跟大家說的 如果我請你做100個 希臘的莊蜜酒的桃壺 你不知道你做出來的東西對不對 類似就是這樣子 一樣的例子 一樣的概念 那當時演講的時候 我也是問一下同學說 請問各位同學 在刺客教條暗影者的新聞事件 發生之前 知道 知道日本的鳥居不能放在村莊門口的 請舉手 沒有人知道 包括我 包括我也是 我也是在這件事情之後 我才知道 村莊門口不可以放鳥居 當然我並不是對日本文化 完全沒有理解 從小到大看的 日系的動漫家遊戲什麼作品 現在幾百搞不好都上千步了 我知道 走過鳥居就是進入一個神明的世界吧 就是跟不是正常人類的居住表世界 是一個理世界 所以你把鳥居放到門口 放到村莊門口等於你的村莊是一個 不是人居住的地方 好像有道理 但是我在此之前 我沒有把這兩件事情連結起來過 就算我真的在玩的時候 如果沒有人跟我講 我在村莊門口很鳥居 好特別 我可能就進去了 大家了解了嗎 即使是像我們 像我們離日本文化這麼近 我們看了這麼多日本動畫漫畫 我們甚至都不一定知道這種事情 但是在對日本人來說 在他們自己的文化脈絡下長大的人 一眼就會發現這個不對勁 即使我們自以為很了解日本文化的人 我們甚至都不知道我們不了解什麼 我不是單指日本文化 我指的是跨文化創作的時候 可能會遇到難題 之前 前幾年也有聽幾個做獨立遊戲的朋友分享 他們想要打日本市場 不只獨立遊戲 但是就說獨立遊戲這塊就好了 他們想打日本市場 然後他們就做了他們覺得是 應該是日本人喜歡的遊戲 因為他們也是很多人都是吃日本遊戲長大的 然後想說我做這樣的類型遊戲 回去日本市場賣 結果大部分的評價都不是很好 大部分評價都不是很好 有比較成功的朋友 他也就是在那一部分也許收支平衡 就這樣 所以經過這一次事件的反思 我們可以回頭想想 我們真的理解其他文化嗎 我們真的有辦法這麼輕鬆的 跨一個文化去創作嗎 想想 魔獸世界做的潘達利亞 我們看到的時候是什麼感覺 再想想 刺客教條 做出了日本文化 那日本玩家看到是什麼感覺 我們靜下心想想 我們真的要去 花時間 花心力去做一個自己不懂的東西嗎 如果你真的想辦法做到好的話 是不是 我不是說絕對不行 好的例子在這邊 對馬戰鬼 那我們是不是如果真的想要做一個別的文化的東西 我們是不是要像對馬戰鬼的製作組那樣 花很多很多的時間跟心力去做田野調查 去做研究 去真真切切的了解你要做的文化是什麼 那如果你沒有這個時間心力的話 那是不是先聚焦在自己本身的文化下 我們去做一個我們自己懂的東西 我們先做個自己懂的東西 然後把它做好 做出來 做精緻 做精緻 所以啊 我不會想到這一個字幕 現在呢 我用這一個字幕 我會想到你 你先塞